输职之间无偿转让股权被核定补税 16年中国税务报看载了一则案例 税务机关发现喵书 16年2月无偿转让所持有的喵公司股权的50% 认为可能存在少小割税的风险 经查看喵公司资产负债表 15年底所谓者悬议1075万 税务机关认为喵书股权转让价格明显偏低 且无正当理由 应该采用净资产核定法不交割税 那么是按照账面价值核定 还是按照评估价值核定呢 15年末公司房屋账面价值240万 土地账面价值300万 合计540万 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是30% 而14年67号公告 关于净资产核定法规定 被投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 房屋房地产企业为销售房产知识产权 碳矿权采矿权股权等资产 我统一称为高一价资产 占企业总资产比例超过20%的 主管事务机关 给参照纳稷员提供的 就由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核定股权转而受 于是就找一个事务所来评估 评估报告认为 房屋价值应该是249万 土地价值应该是291万 房屋它评估增值了9万 土地呢 它评估减值了9万 加起来抵消了 就合计还是540万 和账面价值相等 实务中吧 这个评估报告的调控空间 是很大的 这明显就是故意调整一些内部结构 让总值保持不变 那么净资产的供应价值 就等于账面价值 也就是1075万 50%的份额就是537万 所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就是537万 苗公司实收资本 1000万 全部实交 那么转让部分股权 所对应的股权颜值 就是500万 537万减去500万 再扣除合理税费 2500块钱 乘以20% 一共需要补缴割税 7万5 最后 苗树以自查的方式 补缴割税 7万5 缴纳账单金 7200块钱 大家好 苗树 当时苗树就曾表示 说无偿转让给我侄子 不应该征税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属于价格明显偏低 但是有正当理由 税务机关不予认可 其实如果有其他亲人建在 中间倒一手 就不用交税了 股权价格明显偏低 但是唯有正当理由的 亲人之前股权转让范围是 配偶父母子女 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 孙子女外孙子女 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加上第二顺位继承人 再加上一个孙子女 外孙子女 苗树可以先转给苗爸 他俩是兄弟姐妹之间 苗爸再转给小苗 他们是父子之间 这样就不小交税了 或者是苗树 先转给苗爷或者苗奶 他们之间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苗爷或者苗奶 再转给小苗 他们之间是祖孙关系 这样也不用交税了 每一次彼此之间 都属于股权转让价格偏低 但有正当理由 都属于股权转让价格偏低 就像是股权转让价格偏低 就像是股权转让价格偏低